我們的心中沒有這個奴性的文化,不允許 中國這個社會培養的這種奴性文化 把這個奴性文化變成了一個什麼?叫階級,這叫規矩 所以過了習近平上來講規矩 不講法律,講規矩 黑道這個才講規矩,講規矩,不講法律 然後不講道德,要講什麼? 你看看習近平上來講,要聽黨的話,黨要聽習的話 什麼道德啊?你聽話就是道德,不聽話你就是畜生 絕對服從沒有道德 一個絕對服從,一個奴性化的社會 不講法律的社會,沒有道德的社會 所有今天的主席台上出現的這種慘無人道 上進天管,無人性,無法律,無道德,無規矩 在21世紀是對全人類每個人的侮辱